第四季中国好声音总决赛巅峰之夜将于10月7日在北京国家铁鱼场鸟巢隆重上演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巅峰之战 由中国好声音12名新老人气学员共同参与的四成拉票会同步火热开展 9月27日中秋节当天下午 第三季中国好声音明星学员李佳格 耿思汗 以及本届中国好声音汪峰站队的四强学员之一张欣欣 亮相总决赛上海战拉票会 用精彩分成的好音乐为现场观众献上最动听的中秋节礼物 本次中国好声音总决赛巅峰之夜拉票会 是以导师站队的形式将12名人气学员分为四组 先后在武汉 上海 北京 南通四个城市展开巡回拉票会 好声音历届明星学员同本届好声音四大导师站队的人气学员一起 用精彩的音乐和有趣的互动 为10月7日在鸟巢举行的总决赛加油呐喊 发起声势浩大的全民诸位浪潮 由于拉票会当天正值中秋佳节 学员们除了现场为观众带来各自热门歌曲的精彩演出外 还与现场观众展开了以中秋节为主题的有趣互动 从新颖搞怪的中秋版小咖秀 外卫月饼大挑战到传统的中秋猜灯米比赛 学员们与现场观众一起 路过了一个属于好声音的难忘中秋佳节 我想要挪发这声音 想像飞翔在辽阔天空 想像转心在冰冷光野 拥有整个一切的力量 我想要挪发这声音 圣经祝你在残酷之变 圣经转的心在吹残了心壳 拥有超越平凡的力量